扯那去着点 抗扯三个对三个的后面 所以你可以在 有这种写法 你可以等于就是打去着 去着三月的后面的话 你可以啊去着三月 对不对的后面 那他就会知道怎么样 你就加在那个三月的后面 这个是一种表示方法 或者是说呢 因为不见得是三月 也许是十二月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当然就是 尽量用什么呢 用 让他去抓 那这个里面可以给名称 或者可以给数字 那数字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给什么 给 以后自动帮我去找什么 找总共有几个 你就帮我几 总共几个的后面好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三个 就变成第四个 如果十二个 就变成三个 他的逻辑在这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add一个 那如果你执行 他就帮你增压一个 但是呢 名称 比如说我执行这一行 我按了F8 F8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呢 他下方有没有 就会帮我增加一个工作比较二了 但这个名称对不对 不对啊 所以这一行执行下来的话 他会帮我增加 就是跟按下这个按钮 是一样的动作 其实就是什么 Shit 然后增压的是 Shit.com 那名称要怎么修改呢 特别注意 名称修改的方法就是 现在 你在add之前是三个 总共有三个 现在add之后变四个 所以第四个的名称 就是Shit Shit.com 就上面这一行 点 里面有个属性叫name 他的name name等于什么呢 实际上就可以自串 你就给他改成什么 第一季 所以这边的话 你直接可以改第一季 执行这一行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是 我把它一上来 原来这个是工作表2 对不对 那你打完这一行 按F8执行 有没有发现 下面的名称怎么样 就被我们改成 第一季了 所以这两行 基本上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产生一个新的 所以这里的话 如何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OK 但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说你下一次 假如说 先把它停止掉好了 假设你已经跑完 对不对 那下一次呢 你是事必一定 又要再怎么样 再加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再加一个 那 再来执行这一行会怎么样 可能吗 名称可以重复吗 不行 所以你执行下去 他会什么 错误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在add之前 你要先去判断 如果里面 如果里面已经有一个第一季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旧的第一季给删掉 然后 才去新增一个新的第一季 一般逻辑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这一次跑完第一季了 下一次 还在跑一次的话 一定会先把旧的删掉 再加一个新的 把资料放过去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如何就是说在新增之前要先怎么样 先找到里面有没有第一季 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删掉删掉之后再新增 然后比较合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边这两行 其他在上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用法 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以后的 如果你要新增一个工作表跟重新命名的话 大概就这样